游猴 有防衛的策略嗎? 如果發現偵察兵 聰明的游猴 就不會輕舉妄動 但有時 還是壓抑不住 發出警報的衝動 糟糕了 每隻黑猩猩都知道步驟 其中一隻立刻發動了攻擊 游猴逃脫的策略 全靠牠們在樹梢上的速度 黑猩猩知道 自己在樹枝上追不到游猴 所以在地面上超前牠們 牠們會計算游猴的路線 然後爬到兩邊的樹上 牠們切斷了所有的逃脫路線 只留一條通路 牠們想要把游猴逼向埋伏的猩猩 牠是小組裡的獵殺專家 已經算出游猴會被逼到哪裡 而且就位了 有些游猴溜掉了 可是還剩下三隻 正朝著隱藏的刺客過去 游猴被包圍 飛快的步伐派不上用場了 牠們只剩下兩個選擇 其中一隻游猴決定反抗 真勇敢 可是對上強壯的黑猩猩 只能說是找死 其他的游猴採用策略 牠們利用黑猩猩體型龐大的弱點 然後跑到樹枝的頂端 然後跑到樹枝的頂端 殺手開始追逐 可是牠的體重太重了 這結果讓牠怒火中燒 戰略高手黑猩猩 敗給了應該比自己笨的近輕